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w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学习在网络连接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进行信息的发售与接收 好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哈 上次课我们写的代码分别是一个server类和一个client类 如果要建立网络连接呢,server类这边必须实力化一个serversocket的对象 同时给出一个端口号,而服务器而客户端这边呢 则需要实力化一个socket的对象clientsocket 那clientsocket在实力化的过程中呢,就要确定服务器的IP地址 以及它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端口号 一旦实力化成功没有抛异常就代表已经连接上服务器了 那么服务器这边呢,用accept方法 accept方法获取到socket类的一个对象 只要能够获取到客户端的socket对象呢 自然就能够输出有客户连接上服务器了 那么serversocket和socket是服务器和客户端 建立连接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类 那好,如果我能够得到客户端的这样一个socket 那我能不能解析得到客户端的IP地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线的文档 找到socket 既然我能够得到socket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个方法可以得到这个客户端的IP地址呢? 哦,好的,有个getiletaddress getiletaddress呢,返回的是iletaddress类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的话呢,有一个方法 叫做gethostaddress 就可以获取到客户端的IP地址 好,当然呢,我们这是补充一下上次课的内容哈 server 那,有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 然后客户的IP地址是 OK OK 加上client.get get 好,get localaddress方法 好,然后 然后get get get 呃,host address 好,这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编译运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得到客户端的IP地址哈 获取到客户端的IP地址 cddemo 好,我只修改了server 好,只修改了server咧 客户端是没有的 接下来 加挖 server OK start的 正在等待 客户端的连接 因为accept方法哈 就是这样 如果 没有 获取到客户端的连接 他就暂停在这里 OK 好,客户端的IP地址是127.0.0.1 好,这是因为我的客户端也是在本机上哈 服务器也是在本机上 所以他得到的客户的IP地址是127.0.0.1 OK 这就是上次课的内容 分别是server socket对象和socket对象 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客户端的socket在new socket访问到服务器之后 服务器有一个server socket有一个accept方法来监听到客户端的连接 那既然连接上了 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要进行信息的传递呢 好,就跟我们打电话一样 先连通 连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话 其实所谓的通话哈 就是数据的一个传送 我发数据 这一端发数据给另外一端 好,就是客户端这边发数据给服务器那端 好,服务器那端呢 接到数据以后又返回相应的数据给客户端 其实呢,这是一个流程哈 那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先给谁发信息呢 谁先给谁发信息 其实呢,谁都可以先发信息给对方 你们看来是客户端给服务器先发信息好呢 还是服务器先给客户端发信息好呢 好,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样子为了方便我们的代码编写呢 我现在是通过 MyEclipse打开了这个server.java和client.java 可能在这个ID环境中呢 我们看代码会比较方便一点 OK,这是服务器端 这是客户端 那现在呢,我们假设客户端连上服务器之后 是先由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信息 那发送什么信息呢 Hello, server OK,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既然客户端往服务器这边来发送信息 那么对于服务器来说 它是第二步哈 就是接收客户端发过来的信息 接收到了之后呢 就是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信息 好,我接到信息了 I accept your information 好,既然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信息 那么第四步哈 就是客户端接收服务器端发送的信息 OK,现在我用注释的方式哈 把这个信息的发送与接收列出来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客户端往服务器发送信息 那么在服务器这一端就是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呢 向客户端发送信息 那么客户端接收服务器发送的信息 并显示 其实呢 这是服务器端跟客户端 哈 同时在编程联合完成一个信息的发送与接收 这样一个过程 那好 那信息的发送与接收 我们用什么来实现呢 还记得我们的第九节保存对象吗 保存对象呢 是指留的输入与输出 所谓留的输入与输出 实际上就是数据的数据流的输与输出 那也就是信息的发送与接收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服务器跟客户端建立连接以后哈 我们其实是通过输入输出流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的 那好那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信息针对于客户端这边来说呢 就是写数据 也就是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既然要输出一个字符串 哈 我们用什么来输出呢 我们可以用print stream来写 好 print stream 这就是客户端 socket对象有一个方法 叫做get output stream方法 get output stream方法 这个get output stream呢 实际上哈 就是得到一个输出流对象 好输出流对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GDK socket有个get output stream 如果能够通过get output stream这个方法哈 返回一个output stream的对象 output stream的对象 那这个output stream的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网 套接自建立好的连接通道中 写数据的这样一个对象 好 那接下来 我用print stream哈 来 包装这个OS对象 接下来 哦 这好像是因为 呃 这是没有绑定这个下标哈 那这样子 我把它关闭掉 重新来打开一下 open file 看一下 接收客户的 呃 这个client 然后ps点 哦 看样子 它果然 因为我是直接从外界打了那个导出来的这样一个 呃 两个加尔类 所以 它其实很多方法的提示都没有出来 那就println吧 hello server 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是网服务器跟客户端的连接中写数据 首先就必须通过socket的而且是客户端socket的get output stream方法获取一个输出流对象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输出流对象的方法来写数据 当然我们这里使用了print stream去包装这个呃 socket的对象中的get output stream所获取到的输出流的对象 好 那既然这样 server这一块呢 就是接收 那接收呢 也是通过client对象的get input stream方法 啊 获取一个input stream的对象 好 获取一个input stream的对象 那接下来 我们把io点新包哈都导进来 那接下来呢 我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buffer的 reader br等于new buffer的 buffer的reader我有没有写对呢 呃可以看一下 java.io 哦对buffer两个f rd 因为这里没有提示了哈 buffer的reader buffer的reader哈 new input stream reader还记不记得这是我们在输输输流中写的一些固定写法 因为buffer的reader是字符读输流 所以我要包装input stream这种字节流的话呢 就必须要通过input stream read 好 来转换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 streaminfo 等于br.reader buffer的reader buffer的reader 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systemout 点println 好 客户端 发送过来的消息是 是什么呢 是info 好 第一个流程完成了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现在呢 我依然是打开两个dOS窗口 分别编译 server.java 这边 java.client.java 一个编译客户端 一个编译服务器 好 紧接着 先运行服务器 server started 然后等在这里 看有没有客户端连上它 接下来运行客户端 好 客户端连上服务器了 OK 服务器果然接收到了客户端 发送过来的消息 Hello server 也就是说 我们的第一步 和第二步 是联系上了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一下第三步 好 第三步 注意 这个服务器接收了以后 也要发消息过去 其实看你怎么定义 现在我定义的第三步是这个 那接下来 我可以把这边的 我既然要往这个客户端 发送消息 我依然要得到 output stream的对象 那么client通过socket的 get output stream方法 那再接下来 print stream ps等于new print stream ps 好 ps点 哦 这个地方 看样子不太好啊 print ln i accept your information 好 ok 这个过去了 你会发现我这个服务器的第三步 那么像 client的第一步 没错 那client的第四步呢 肯定就会很像 这边的第一步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server的第一步 也就是整个流程的第二步的这段代码 可以copy到client的第四步 我没复制上 复制过来 好 但是复制过来需要修改 因为在client这一块 这个socket的对象叫clientsocket 好 我得改一下 clientsocket.get input stream 然后呢 嗯 b2点 这个readnite 好 这个地方改成 服务器 发送过来的消息是 好 某某info ok 第四步改完了 接下来 嗯 clientsocket 保存一下 那么再重新编译 哦 他说的是 get output stream 出错了哈 嗯 get output stream output stream 啊 output get 啊 output stream 原来说写错了哈 少了一个t 没关系 接下来再编译一下 啊 出错很正常 哦 ps哦 对的 我这个地方不是ps 而是os 啊 好的 接下来 再编译 调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好 编译通过 那接下来呢 编译一下 client 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先运行服务器 再运行 client OK 哈 服务器这一端接收到了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消息 Hello server 而客户端这一块也接收到了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消息 I accept your information 好的 这个呢 1234步 全部都走通了 那也就说明我们这个信息在连接建立之后哈 信息的发送与接收也已经完成 当然这个步骤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定义是由服务器先发送信息 客户端接客户端再发服务器再接 好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网络通信的这样一个机制哈 首先你必须把这个步骤对应上客户端这边写服务器那边读哈 服务器那边写的话呢客户端这边读如果两边同时在写那么就同时占用了这个通道就会出问题两边同时在读也会出问题好必须是这种一来一往的机制这至于是谁先发送呢那是无所谓的好这个就是信息的发送与接收同学们下来以后请你们把这两端代码完成一下那么下次课呢我们就会用多� 变成好来重新构造这个网络通信机制好的本次课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